好這節課呢我們就來說明一下 剛剛上一節我們用自己的頭像 還有電腦桌面的簡報 錄完的影片課程之後 這一節就要來看怎麼做剪輯 那這個軟體呢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要去哪邊下載 它是免費 完全免費的 跟Xsplit同一家公司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剪輯的過程 這個軟體非常簡單 那因為它是一個單純剪輯的軟體 而且完全免費的 所以它的功能非常的精簡 首先你只要點擊這一個 打開這個軟體之後 你首先點擊這個 ADD Video Clip 就是把影片的片段匯入進來 然後按點擊 然後我們去把上一節 用免費軟體製作的影片 把它叫進來 開啟這個NP4的檔案 好打開之後它就載入了 就在這邊 這個是時間軌道 然後這個是播放頭 這個叫播放頭 Playhead 那播放頭你就只要 要做什麼 就是把前面不要的跟後面不要的 或是中間哪一些片段是你不要的 就把它拆切掉 譬如說 剛剛我們前面都是一些 講解的準備工作嘛 然後這邊才是正式教學 怎麼樣把 把這個人頭變成一個圓形的方法 好我們就在這裡直接 前面那些我們不要 假設前面這些我們不要 就這個Playhead 就是播放頭在這邊 我們把它卡掉 就直接按這個切斷 然後它的這個標示就變成這樣子 然後到這邊就點一下 好 它就把你裁切成左右兩支影片了 然後呢 我們到後面 我們在這個播放頭 再拉拉拉拉拉拉拉到後面來 拉到後面拉到後面 好 假設到這邊結束 好 我們在這裡 移到下面來 再按一下裁切 好了 前面跟後面這個是我們不要的片段 所以我們就按一下 裁切按鈕 現在就不要裁切了 就回覆到箭頭的這個狀態 好 你看 按一下 它變成裁切線 再按一下 它會還原成箭頭的圖標 好 這個指標 那我們就點一下這個 不要的片段 按一下垃圾桶 好 它就刪掉了 然後再點一下後面這個 我不要的片段 再按一下垃圾桶 好 它就刪掉了 那留下來的這個呢 就是我們要的 好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按一下這個 Play 按鈕 先把 先把這個影片關掉 好 那就會保存這個影片 確定這個片段是你要的之後 把不要的都剪掉之後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這個 匯出 那匯出有分兩個 一個叫 整段匯出 一個叫片段匯出 片段匯出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選擇其中某一段 但是因為我們已經 把它 全部都做成一段而已 所以我們就直接按這個Export就好了 好 好 然後直接按一下 選擇一下你要存放的路徑 我已經存到桌面 好 今天是2019年 12月13號 好 第一個片段 按存檔 它就開始匯出囉 好 匯出完畢 因為片段很短 只有幾秒鐘 所以一下子就會完了 如果是10分鐘的影片的話 大概也要匯個 可能5分鐘左右 才會匯出完畢 好 然後我們現在把它縮小一下 到桌面去找到剛剛這個檔案 好 把它播放一下 OK 我先把這個影片關掉 好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 Export這個軟體 我要把 這一個 這一個 好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匯出的片段 有沒有 我們剛剛匯出的片段 那這個軟體要去哪裡下載呢 我們到這個網站來 叫做 Xspirit.com 就這邊 回到首頁看一下 然後在這邊產品的地方 這邊有一個 Xspirit高速視頻編輯器 點擊這個編輯器 然後這邊有一個下載編輯器程式 就這邊就可以了 完全免費 完全免費 所以透過上一個章節 教你怎麼錄製自己的線上課程 然後這一個章節 教你怎麼樣剪輯 把不要的去掉 你的課程不要的部分把它去掉 那你輸出之後呢 這一個完整的影片 你就可以拿去上傳到 我們的線上課程開課平台 然後開始去販售你的線上課程囉 好 我是劉沃一爸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